溫蔣在客彩回转 突然一名男子冲到路中央 急傻转身蓝车 还一掌拍相 引擎盖 那我干嘛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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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干嘛 我报警了 溫蔣下烂喊报警 车上两乘客忙道歉 因为见名失控男 居然是他们的朋友 日后深夜 四人约好在中和男士角会合 住行男子却喝个烂醉蓝车 不好意思 我报警了 喂 这里 这里 不 不好意思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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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旁朋友连拖带拉 强行凶暴将失控罪汉拽到路边 但最久爆冲突在大安野发生 民众在蹲跨南路栏计程车 但现场冒出五人同事举手 小黄停下 扯门一开 妙报 抢车冲突 打下去为行 所以我那时候就直接靠近 告诉他说我一定会告你 被害人又连遭重拳猛作喊报警 三人趁乱落跑 二十分钟后警察到场 但人早跑了 警察就是一直要叫我回家 就说为什么不现在赶快做笔录 我自己现在最清楚 就会让我觉得可能是小事情 所以他们会觉得 好像没有必要处理 指控警察小事不想帮忙 疑似想吃案 被害人日前与朋友 到大安区餐酒馆叙酒 却在店门口遭其他客人抢车暴打 怒批承办远警太消极 他叫我自行去调监事器 他就说那如果他不给你调的话 你再打给我们叫我过去 原来依规定受 很难指 是经常出入侠内饮酒料性严重 他通知到案说明 强行绝非吃案 只是处理程序需要时间 但开心喝酒 一个进警局一个进医院 脱续行为一箩筐也让人挤摇头 谢谢叶文宜彩珊 常报导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